果然呀 山西的面食 即便方便面 也是有一套的 哇 我这面圈相当可以 我今天要来这店啊 它是在大银盘这边吃好多泰园人酒后的一个小据点 这边呢 有巨多的面馆 然后我最后选择了最前半的那一家 我点的这个羊血先上来了 它这个羊血是显得特别特别脆的 看上去味是挺重的那种东西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羊血 之间吃的都是猪血和鸭血 它比猪血和鸭血都要脆很多很多很多 吃在嘴里之后是有一点黏性的感觉 口感特别好 特别瘫压 炒得非常有锅气 非常有烟火心这种味道 然后那种微微的辣味 这东西还挺好吃的 这就羊血再来一碗辣麻酸来解也腻 反正这肥肠闻的真的是挺香的 但是上菜它的速度真的是挺慢 它这肥肠好吃 外边是稍微有一点点红的 应该是那种可能提前卤过 然后再炒的那种肥肠 吃起来就是格外的香 然后它里边有一些尖椒有一些蒜 好吃 这肥肠 它这个肥肠里边是留有一些油的 它并没有弄得那么干净 其实这个肥肠留点油 反正我是觉得好吃 我估计在这吃一碗肥肠面 最起码得等四五十分钟点 希望别白等 这碗实在是灌肠 说实话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它跟灌也没关系 然后跟肠也没关系 它这个就像一个一个的面 就像我今天吃那个碗托一样 然后里面是有一些辣椒段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豆芽菜 它闻起来是非常非常香的 然后也是有很浓的锅器在 这灌肠好吃 我真没想到灌肠会这样 这好吃 有没有菜园本地的朋友 能告诉一下我 这个东西吃起来又像面 但是跟灌肠又没有灌也没有肠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吃起来真的是那种特别特别香 有足足的面香味 然后混合着这个豆芽菜的味道 还有一股热锅快炒的烟火器 这个做的相当相当有水平 我的面终于上来了 它这个面不是面条 而是面片 就今天点的这个东西 都给人那种没有浓油 但是非常赤酱的感觉 好吃 这个面片这个汤一进嘴里边 就是肥肠那个特有的香味 然后它这里边呢 就是零零三散的几块肥肠也不多 我这面片相当可以 这种东西拿勺吃 就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快感 你瞅瞅 深夜的这一勺肥肠面 虽然满满的碳水又加上肥肠 但是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是爱罪恶不罪恶 但是价格摆在这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肥肠少一点 诶 但是 点了这一味肥肠 就真的派上用场了 再来一点这个鸭血 往里边一拌 真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这一口 我的妈呀 加上羊血加肥肠 再来一口面 哇 好香啊这油菜 菜园的小伙伴们 每天晚上也小点来一口这个 太幸福了 嗯 我感觉所有面食 到了山西怎么做 它都好吃 嗯 今天虽然点了三个菜 但是我感觉可以吃一个 转干毛巾 来一口辣瓣酸来接给你 哇 这碗面里边加了好多东西 三口两口已经都快吃完了 根本就停不下来 这个味道 我说为什么吃的那么四层相识 它特别像北京卤煮的那个味道 因为北京卤煮它那个也是大肠 就是那种肠子的香味 然后加上一些酱香味混在一起 这个也差不多 这真行 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等 时间太长 我这个肥肠面是吃完了又不够 所以我加了一个这个鸡蛋炒方便面 先简单的倒一口 给这方便面一个平A 果然啊 山西的面食 即便方便面 也是有一套的 马上就一点了 感觉今天吃的这家夜宵呢 是一个可以把太原夜宵文化 发挥了淋漓尽致的这么一家小馆子 开了30多年的一个肥肠面 虽然等的时间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长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尤其是这个肥肠面真的是值得等的 那今天就先这么着 咱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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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